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3年谈I601豁免的一些注意事项 那我们律所呢,此前为很多申请人取得了I601豁免的批准 其中呢,有相当大部分的呢,是曾经是组织成员 要么是在一开始提交的,或者是过后提交的601取得的批准 也有一些人呢,是原来向移民局提供了错误信息 然后呢,因此呢,有这个misrepresentation fraud的问题 提交了601以后,取得了豁免的批准 还有的人呢,是有OPT挂靠之类的过去的身份问题 遇到了移民局的质疑,经过我们帮助他们提交了601豁免 取得了批准 总体来说呢,我们看到601豁免呢 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适合解决身份问题的这个方式 申请人可以认真考虑 有一些常见问题,比如说我应该什么时候提交601 是我在一开始办485或者移民签证的时候就提交啊 还是过后在判定的时候提交啊 还是在收到RFE以后提交啊 简单的回答呢,是对于485都可以 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客户他的策略选择 有的人本来就觉得这个背景比较复杂,比较担心 所以他在提交485的时候,同时就交了601的申请 也有的人呢,比如先提交了statement的说明情况 但是呢,因为准备的不够好 或者在面谈的时候,交流的时候有问题 所以呢,他又收到了来自移民局的RFE NOID 或者在interview以前,或者在interview以后 那么在回复的时候,他就考虑到提交601豁免 可以更好的取得批准 也有个别的人呢,是申请被拒了以后 才找到我们,让我们向他们建议 他可以提交601豁免来解决这个问题 以上是对于485 对于移民签证呢,根据美国移民法的规定 只有在移民签证被拒以后 你才能够提交601豁免 这个是601豁免的时机问题 那么接下来是资格问题 什么样的人能提交601豁免呢 一般来说,如果你有直系亲属 比如说配偶,父母,或者子女 是美国公民,或者有绿卡 那么就可以提交601的豁免 另外呢,601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 具体什么样的要求呢 如果曾经是组织成员的 像这样的呢,相对比较简单 不需要证明extreme hardship 只要表明我不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就可以 如果是misrepresentation,fraud 或者是挂靠啊等等 这些方面的问题 那这个呢,一般需要表明 说如果你不能够留在美国 会给你的家人,这个有绿卡 或者是美国公民的人 这样的直系亲属 造成extreme hardship 那这一点呢,也有一些办法 可以证明看个人的具体情况 然后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那么,这里讲到的是601的基本的条件 那这些呢,是必要条件 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discretionary factor 就是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factor 尤其是这个什么样的条件 可以有利于601批准 比如说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 我是社会的良好成员 我是纳税人 然后呢,我有在美国的专业工作 有在美国取得的学历 还有呢,如果说我有不止一个亲人在美国 或者说我提供了合理的解释等等 这些呢,都对601批准有帮助 那么601这个申请 从提交到批准要多长时间呢 因人而异 我们有的短的客户呢 不到一个月十几天就批准了 有的长的呢,一年左右才批准 在我们律所在美国攻略 和我们微信公众号这上面的文章 我们都有很多601的案例介绍 包括批准书 大家也可以相应的来参考 这个是关于601豁免的一些基本的信息 根据移民局公布的数据 统计上601批准率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律所的601的客户呢 也绝大多数都顺利批准了 但是呢,当然这个申请不会自动批准 你还是需要认真准备 如果你符合601的基本条件 尤其是有直系亲属在美国 有美国身份 你可以考虑用601来解决 过去的身份背景方面比较复杂的问题 有更多的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